然后自动帮我产生 那这里的话呢,我就用那个 在插入函数里面,一样用哪一个呢 这个 VLUGA函数 然后LUGA VALUE部分的话呢,我就直接选这什么 商品编号 由它去查什么呢 查Table Array Table Array这个地方,请你按F3 去查 那各位可以发现 这边就有个商品 有没有,刚刚我建立的这一个 这个名称,按确定 那这个商品,它自动会带过来 就是我刚刚选那个范围 那我要得到的是第几栏呢 第 品名在第几栏 第 2栏嘛,对不对 然后对照比对的方式,因为 没有其他的,不需要接近,所以输入0就好了 完全比对 好了之后按确定 各位可以发现,这个时候如果我选了 它 自动帮我带过来 那单价的部分的话呢,其实比较 比较快的方法是把前面的公式复制之后 再按取消 移到单价上面的话呢,把它贴上 然后把栏位,本来第 2栏改为第3栏 直接按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那就会单价带过来 一样的方式的话 再选另外一个 不过各位可以发现 我底下要带资料过来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呢,其实你可以往下填满 然后呢,往下填满 它应该怎么样,自动带过来 所谓自动带过来 就是我如果今天这边有资料的话 它要 得到正确的 就是自动帮我抓这个编号 然后把这个结果带出来 对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里面没有东西的话 那应该怎么样呢 里面要是 空的嘛,对不对 不能有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 其实也是跟 刚刚的这个 练习 W1 一样 也就是如果里面 这个里面是空的话 那我就这里面呢,不能写任何东西 所以各位也试试看 第一个 请各位把这个商品名称的部分 还有客户标号部分 建立为那个下拉选单 那这样子的话可以避免 使用者乱操作错误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地方再来把这个 W2的部分建立一个名称 那我们将来用LUGA LUGA LUGA文数 去把值 查过来 并且要避免错误 那怎么办 等下再来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